咱不是教育年轻人 人最讨厌的是当青年导师 你比方我这嘴巴巴的 上嘴碰下嘴 你年轻人该怎么怎么的 我在跟你们一个岁的时候 还不如你们的 那这干的事 简直自己的后悔的够呛 都觉得自己当初做的事 伤害别人还伤害自己 损人还不利己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做了很多错事 这些都是我做错事 基础上经验 你要谁说谁说 他讲的对 他有经验 他一定过去 很多事上受过挫折 所以人不要当青年导师 你说年轻人这么的意思 你年轻人还不如人家呢 所以我就非常讨厌 有的人往里面说 年轻人哪 该怎么怎么 自己在那装圣人 装青年领袖 装大师 是最没意思的事 咱就是结合我的经历 掏心窝子的戳废管 咱说点实话 我的经验是什么 我怎么看待你 咱们就跟哥们一样 小肚上闲 谈的心 就跟炕猪人摆上酒 再喝两口 一张嘴 我比你大两岁 不是你大哥 我和两人就说你 就这种态度 这是最好的交流态度 为什么你们很多人 看一些心灵鸡汤 看不下去 说你装什么装 他跟你说话 说两肩膀端着 那就不是人话 咱得说人话 说人话 说实话 说真话 老梁基督有一点 我很多时候 由于迫于各种压力 说不了真话 但是我不会跟你说一句假话 我绝对不会当你面去骗你 张嘴我就对得起自己良心 真话我不一定能说出来 假话不一句不说 我绝对不在忽悠你骗你的 第一个咱用不着 第二 我的价值观就是这样 我读了那么些年圣贤书 我在这说假话 忽悠人 我对得起孔子吗 对得起我爷 对得起我爹吗 你得想到 莫为暗处无人妻 举头三尺有神灵 凭声不做皱眉事 世上鹰乌切齿人 你不干的缺德事的话 什么事也找不上你 我本身就糖尿病 为什么我现在养的西安里屯 咱不干缺德事 这是最关键 吃不远 尿不硬 天天一查糖尿病 哎呀 撒尿瓷脚背 迎风躺眼泪 妖极不抬头 二兵往下坠 咱就别说这样 这就有个事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